当今世界就是三加一的博弈格局 三就是中美俄三个棋手 一就是欧盟 在欧债危机之前 全球博弈格局其实是大四角格局 之所以欧债危机后演变成了三加一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利用欧债危机把欧盟给干虚了 另一个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玩脱欧搞脱把了 最后被美国利用分裂了欧盟 一个分裂且利益分化的欧盟 当然无法再与中美俄坐在一个桌子上吃菜 但欧盟的经济体量和地缘位置决定了它的价值 因此虽然中美俄是三加棋手 但在全球博弈中依然需要把欧盟看成一级 直白说就是它的影响力不够一级 但它的价值还有举足轻重的角色 中美俄三大家 中俄早已联手 相当于二斗一 于是虽然美国实力依然最强 但却逐渐落乌下风 并在过去几年逐渐失去了全球霸权 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全球霸主 但在局部地区依然还是霸主 中美俄博弈的格局是中俄联手斗美国 历史上曾经有过中苏联手对付美西方 当时东西方是平衡的 但苏联的霸权主义打破了这一格局 最终的结果是中苏决裂 苏联分崩离析 中国苟着发展 进入21世纪后 俄罗斯在经历了悲惨的十年之后 逐渐明白了 要想自保必须联手中国 于是中俄开始摒弃前嫌再次联手 这一次中俄联手非常紧密 最终让美国越来越难受 并且弄崩了美国的霸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一直就有一个心思 破坏中俄的协作关系 但一则美国内部投鼠忌器 二则美国实力已经不允许其同时对付中俄 对美国来说 对付中俄难两全 放下俄罗斯与中国全力硬杠 那后果很严重 因为俄罗斯与欧盟会在背后疯狂扩张自己的利益 一旦联手 美国不但失去霸权 可能会输掉底库 大家仅仅需要看看 美国开始重返亚太后的格局就知道了 欧盟立刻想在北非扩张 接着俄罗斯就军事介入了中东 放下中国全力干俄罗斯 看看俄乌战争 美国压根没有放下中国 但已经全力干了俄罗斯 结果是现在美国陷入了战争泥潭不可自拔 选择同时与中俄杠 实力又不允许 就是现在的状态 美国怎么办呢 于是美国为了维系霸权 就靠造谣抹黑中国 造谣分化 中俄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只是手段太拙劣了 这不刚刚美国又来了 路透社此前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通过中间人向美国提议 在乌克兰停火 但遭到美国的拒绝 这种消息到底真实性如何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就在去年上半年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试探性的向俄罗斯提议 美俄就乌克兰危机达成协议 条件是俄罗斯可以保有现在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但答应乌克兰加入北约 结果对于这一提议 俄罗斯理都不理 当时还是美国疯狂援助乌克兰 泽连斯基宣称要展开大反击之时 现在美西方军事支持乌克兰已经力不从心 而俄罗斯自己不但军工产业有数倍的增长 还得到了朝鲜的加持 这种俄罗斯已经占据战略主动和优势的情况下 普京会主动向美国提出停火吗 所以美国通过路透社发出的这则消息实际上既是一厢情愿的造谣 也是试图在分化中俄关系 对此俄罗斯立刻就否认了 科工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回应说 不 这不是真的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普京根本没有这样的提议 这种可能性概率较大 另一种是普京的确有一定可能向美国提议 但只是提停火绝对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 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就是普京的虚晃一枪 不过是对美国进行试探 看看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决心如何 仅此而已 很显然 普京的这一提议 拜登政府肯定不答应 但也不能排除普京想在白宫留下痕迹 等待特朗普上台后再行商议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在2月8日播出的专访中 普京曾表示 虽然俄罗斯尚未实现在乌军事目标 但如果美国停止军援基辅 俄方将考虑谈判 而这一表态 隔天就遭到了白宫的拒绝 所以站在中国视角来看 由于最近普京接受了美国著名主持人卡尔森的专访 所以美国借机就造谣 试图分化中俄 这是美国的真实目的 但是从俄罗斯的视角看 如果特朗普上台 他可能希望乌克兰危机进入一个休战状态 这种所谓休战状态 绝对不是现在这种状态 而是俄罗斯继续向西扩张 进一步获得一定优势的情况下 俄罗斯也希望通过停火获得喘息之机 如果没有这种优势 普京提停火不是主动放弃优势吗 因此对于美国这次造谣 我们要明白其意图 同时我们也要清楚 特朗普上台可能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我们要做好预案 当然我们的预案其实已经开始了 春节前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动给普京打电话 意思也都在里边了 不过无论怎么折腾 一方面中俄的关系是不会动摇的 二则是美俄的关系是不可能本质改变的 中国可以用的手段很多 空间也很大 中国这盘大棋 现在已经下到了关键一步 现在的态势是 一方面美俄有关系缓和的态势 特朗普和普京已经开始相互试探 并释放信号 一旦特朗普当选美俄关系虽然无法解冻 但却可能缓和 另一方面中东伊斯兰国家 现阶段还不敢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 而美国想速战速决巴以问题 如果美俄关系缓和 巴以问题又进入美国的节奏 美国接下来必然全力转向对付中国 美国对付中国 现在看无非三个地方 南海 台海 朝鲜半岛 南海是菲律宾的挑衅 局面可控 变数在印尼新当选总统的外交政策 朝鲜半岛的格局已经很清楚了 金正恩的目标是武统韩国 所以格局已成就差火星子了 台海危机其实已经浮现 大家注意应该会看到新闻 刚刚金门那边的所谓执法船 竟然追赶大陆渔船 导致渔船轻浮后两人死亡 这事背后可不简单 绝对不是偶然事件 为什么新年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就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已经开始测试大陆底线了 加强了对大陆的挑衅 而这次渔船轻浮造成两人死亡只是台湾当局动作的一个结果 他们可能并不想这么快导致人员死亡 但他们加强了动作挑衅 背后一定是美国支持 说白了 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当局 都想把台海危机一步步炒作起来 让中国进入他们的指挥节奏 一步步刺激中国恼怒 然后做出不明智的抉择后 刺激中国与欧盟的对立 并最终引发新冷战 对于这其中的危险 中国是清楚的 所以大家看到大陆社交媒体并没有炒作这事 而是发出了强烈谴责的信息 那么对于大陆来说 该怎么处置这件事呢 这件事轻不得重不得 轻了台湾当局挑衅会越来越甚 台海危机会很快爆发 重了美国又会借机渲染 台海危机也会很快爆发 就当下这种格局都不是好主意 那么该怎么办呢 个人认为应该选择反切香肠的方式 用实际手段来应对 而不是把事情炒热 如何切香肠 方法很简单 既然金门先挑衅 那就先把金门的这种执法权给没收了 利用这事直接对金门周边的海域进行实际性的控制 无非就是几艘执法船的事 金门距离厦门就几公里 哪怕就是派几艘小船再加上无人机就彻底废了金门的所有所谓的执法能力 咱们可以做到既不大张旗鼓又能让对方受内伤的办法解决问题 你台湾不是挑衅吗 你挑衅一分我们就切一段 收你一分力量来者不拒 这么搞下来 无论是台湾当局还是美国 在政治上就是亏本的 你要搞我就切 这么搞下去压力在对方 政治上吃亏也在对方 我们是主动的 所以这是接下来看咱们的动作吧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虽然每一步都会慎重 但绝对是每一步都要占据主动 当年小日本在钓鱼岛的挑衅结果如何 菲律宾在黄岩岛挑衅结果如何 现在到了台湾省的挑衅 结果也会一样的 大博弈大较量 危机已经近在眼前了 大家不要脑子发热 要理性分析 然后精确下刀 我们不出错 接下来出错的必然是美国 因为无论是乌克兰危机 还是中东巴以冲突危机 都要比台海更要命 更等不起 台海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 不差最后一点时间 但是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巴以问题危机 那就等不起随时可能发生重大化学反应 我们要发挥大智慧 一边切美台的香肠 一边等待美国犯错 就像中东巴以冲突危机 美国已经接连犯错 现在是美国的战略危机 而不是中国 过年期间 正在大家都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时 台湾当局就来添堵了 据新华社报道 2月14日下午 福建一艘渔船在金门海域被台方驱离 导致船上四人全部落海 其中两人死亡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我们对遇难同胞及其家属 表示深切哀悼与诚振慰 对春节期间发生这样一起 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恶性事件 向台方表达强烈谴责 这件事的性质极为恶劣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从三个视角来看 就会越想越觉得气氛 第一个视角 台湾当局对外跪舔 对内残暴 台湾当局对大陆渔民进行所谓执法 抓捕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对大陆渔民进行所谓维权 但是当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 台湾当局一贯是耸包一个 钓鱼岛的维权是谁做的 大陆做的 台湾当局面对小日本 屁都不敢放一个 哪里敢维护国家主权 这种对外跪舔 对内残暴的做法 是不能原谅的 台湾当局的这些人 对国家和人民都犯下了滔天大罪 不可饶恕 第二视角 台湾当局恩将仇报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 多年来 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里面 为保障两岸渔民正常作业 做了大量工作 特别是在沿海多地设立台湾渔民接待设施 为台湾渔船和渔民提供避风 补给 抢险 救助等相关帮助 反观台湾方面 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以各种借口强力查扣大陆渔船 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对待大陆渔民 这是导致这起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对台湾渔民 大陆当同胞对待 给的是国民待遇 反观台湾民进党当局 却恩将仇报 对待大陆渔民采取了非常残暴的做法 是不值得原谅的 第三视角 大过年的不休息 竟对大陆渔民下狠手 2月14日是农历年的大年初五 中国人的传统都休假在家或旅游去了 但台湾当局却让金门的所谓的执法船 去追赶大陆的小渔船 并造成渔船轻浮导致两人死亡 这事的性质极为恶劣 可谓是台湾当局对人民又一次犯下重罪 这种事的发生 无论是道德上 情理上 法律上 都让人无法接受 对于这次事件 绝不只是一次偶发意外 而是释放出了台湾民进党当局 准备加强对大陆的挑衅 是台湾当局在测试大陆的底线 也是在测试美国的态度 这是两岸关系再次出现重大变化的一次重要事件 甚至这事背后就是美国主使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从两个信息来佐证个人的判断 第一个信息 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特种部队派了人员到金门和澎湖 给台湾当局的军事部署做顾问 而且是长期进驻 大家能想到这是干啥吗 两个目的 一个是进行训练人员和军事部署 另一个是为台湾当局的前线机构提供咨询意见 第二个信息 针对这次事件 台陆委会2月15日表态了 支持严正执法 过程无不当 要求大陆约束渔民 这种事 但凡没有预谋 陆委会就不可能第二天说这种话 既然说出这种话 就说明这个力量来自台湾当局和美国 想想看 咱们的国台办发言人是正告台湾有关方面 要尊重两岸渔民在台湾海峡传统渔区作业的历史事实 确保大陆渔民人身安全 切实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但人家上来就直接怼回来了 要咱们约束渔民 没有不当 支持严正执法 试问 如果没有预谋 不是既定安排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针尖对脉盲 所以这个事背后可不简单 压根不是一个所谓的意外事件 而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背后是美国而不是台湾当局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应对美国是中美国的圈套 点起来台海热点让美国从中东解套呢 还是从长记忆 用更牛的计策来应对呢 所以这件事单纯看成意外事件 肯定看简单了 看成台湾当局挑衅也看简单了 把这件事看成美国豪猪计划的一部分 看成美国想从中东危机 乌克兰危机中解套就对了 对付美台需要大智慧 但统一必从金门开始 对于这次突发事件 个人认为我们压根不必太过气愤 这件事只能说明一点 统一的时间更近了 不要忘了 咱们的反分裂国家法在那放着 就等时机成熟了 我们一定不要忘了 收台可不仅仅是收台 而是与美国彻底决裂 甚至与整个西方彻底决裂 这就需要我们大知大有 而不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 美台为啥现在挑这事 有两个层面的核心原因 一个原因是为了摸清楚大陆的底线 为将来台海挑衅激发台海危机做准备 危机都不是一天形成的 所以这就是在准备 另一个原因是 美国想借机解套中东危机和乌克兰危机 一旦台海风云乍起 那是中美两国直接杠 大家注意力都会转移到东亚 到那时美国就会支持以色列疯狂屠杀巴勒斯坦人 然后尽快解决巴以问题 把中东问题拉到美国控制的轨道上去 中国能上这种档吗 美国想借中国解套 中国岂能配合 那怎么办 其实答案很简单 继续收紧缰绳 两个缰绳 一个缰绳是针对台湾当局的所谓执法 咱们的执法能力已经碾压日本 小小台湾省的那点东西还不容易压制 直接将金门 马祖岛这些地方的台湾当局的执法权 给没收了另一个缰绳 是军事上继续收紧对台湾的控制 说白了 把台湾的所有军事上的能力 全部压死在台湾岛内 并且进一步加强演训 就等一声令下 金门这个地方 供水供电都是咱们这给的 真想压制并不难 他们的船只要一动 咱们就可以上去压制 让其寸步难行 这种格局就是美台的所谓切相长 咱们反切 搞一下 咱们就切一段 不断往前切直到解放台湾 咱们控制局面 不断进行反切 这才是对美台最强的伤害 日拱一足 拱着拱着就到位了 对美国来说 真正的危机在乌克兰 在中东 中国真正能给美国压力和重创的 就是这里 咱们只要手松一松 无论军事上还是经济上 都能让美国非常难受 再搞一搞 无论是乌克兰危机 还是中东危机 就都到了质变的时候了 咱们真正该发力的地方 就是这两个地方 这才是大智慧 在台海 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反切 在中东和乌克兰方向 适当发力给美国点颜色看看 这才是正确的策略 别因为这是生气 咱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 稍微等等 再看局势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